嗨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財經故事書 財經故事書是利用10分鐘左右的時間 跟你們分享一些理財有趣的小故事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最近在YouTube看到超級無敵煩 每次都會有一個人開跑車穿著西裝 然後他在跑車置物箱打開 裡面就有一疊現金的運財廣告 以及如果有在使用加油軟體的話 常會看到一些長超正的妹 然後加你之後 看到他的職業就是什麼金融分析師 那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在收看影片之前 也請大家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片頭的時候也跟大家提到 最近YouTube有超多那種 穿著西裝啊開著跑車的廣告 那他們會用各式各樣不同的形式呈現 那小編現在都會買那些廣告看完 因為我覺得那些廣告其實還蠻有梗的 那最近看到一個比較好笑的梗呢 是他就說啊疫情期間收入不穩定 應該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突然有一個朋友就說 不然我抱你一條賺錢的門路 然後其實這個就是運財詐騙啊 你們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套路呢 很簡單嘛 你影片看完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什麼你加LINE跟他們聯絡 那你加LINE之後呢 他們就會把你拉到一個大群組裡面 那他們會在大群組裡面呢 先免費幫你分析幾個Size 簡單來講就是抱名牌啦 那你也知道這種東西 A隊跟B隊打總是會有一隊會贏嘛 所以他一定會有中的時候 剛好中的時候呢 他就跟你說啊 我們有那個進階版的會員 我一天可以抱五個球隊 就是五支名牌給你 你付錢加入會員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是把原本的群組裡面 分成A跟B 好假設原本的大群組 有100個人 那就50個人在A群組 50個人在B群組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A跟B隊打總有一隊會贏 好 那他就會跟A群組的人說 啊明天A隊會贏 你們要下A隊 那他就會跟B群組的人說 啊明天B隊會贏 你們要下B隊 明天如果A隊贏了 那A群組的人就是會覺得說 哇這分析團隊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離我的法拉利已經不遠了 那他們就會持續的一直繳會員費 持續的繳會員費 B群組的人怎麼辦呢 因為他們是輸錢的嘛 那他就會跟你說啊 我們這種運彩分析也是會有失準的時候 但是沒關係 我們的勝率只要超過60% 我們就能夠賺大錢囉 所以他就會在免費的幫你分析幾個賽事 那免費的分析賽事完之後呢 他就會把B群組的人再分成C跟B 那他就會跟C群組的人說 啊明天C隊會贏 你要下C隊 那他就會跟D群組的人說 明天那個D隊會贏 你要下D隊 明天打完如果是C隊贏的話 那C群組的人就會覺得 哇太棒了 這個分析團隊真的是好棒棒啊 我離我的法拉利不遠喔 那D群組的人他就是再用一樣的套路 那之後他的群組就越分越多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樹狀圖的概念 但是大家只要仔細冷靜下來想一想 這件事真的有這麼好康嗎 假設運彩這個東西真的那麼好賺的話 我們還這麼辛苦上班幹嘛呢 他們就去銀行借錢出來玩就好啦 他們幹嘛還要辛辛苦苦的那個收會員 然後還要處理會員的事情 然後跟你們收會費賺錢呢對不對 所以小編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覺得運彩這種東西 真的可以讓你賺大錢買法拉利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還是腳踏實地 好好的努力認真工作 在投資呢 我們就尋求合理的投資報酬率 那運彩這個東西也不是說不能玩 因為其實小編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的愛看球賽 但是我覺得建議大家 每場玩個什麼200塊500塊 能力可以負擔的範圍內 其實我覺得玩運彩是會增加看球樂趣的 但千萬不要把這個東西 當成你的收入來源之一喔 那既然我們剛剛說運彩不能當作你的收入來源 或者是不能把它當成投資的一種 那投資股票總行吧 所以小編知道呢 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會關心投資的市場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的社群軟體 例如說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的IG 或者是我們的交友軟體 可能有時候就會有一些漂亮的女生加你 男生嘛 我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有漂亮的女生加 我就同意他的交友邀請 反正我也沒什麼損失 那你就會看到他的IG 或是Facebook上 可能都是進出一些那種很高級的餐廳 米其林餐廳 或是開著他的BMW跑車 然後放著他的Cionel包包 每天出去玩的照片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他的那個職業 通常會寫說什麼金融分析師 那他就會開始慢慢跟你聊天 跟你虛寒溫暖啊 慢慢的卸下你的心房 讓你一步一步掉入他的陷阱之中 這個陷阱是什麼呢 他就會開始跟你聊一些 最近投資市場怎麼樣啊 他會跟你分享他的投資標的 那你就會想說 他的生活過得那麼不錯 他的職業又是分析師 感覺應該很專業 而且投資的眼光很精準 那不然我也跟他買一樣的股票好了 他就會跟你說 有可能他聽到了某個消息 有某個股票呢 會因為什麼原因 從5塊錢漲到10塊錢喔 那這時候呢 你要買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啊他推薦你的標的不是台股 好像是港股 他就會跟你說 啊投資港股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你也可以很放心 你只要在台灣的券商 不管是什麼 富方證券啊 國泰證券啊 元大證券 開個戶頭 然後跟他們說要打開 負委託的功能 把錢存進去之後 就可以開始投資港股囉 這時候你就會想說 嗯我是在台灣的戶頭開個戶 那我的錢又是放在台灣的 銀行的戶頭裡面 你就會覺得安全很多 你就會覺得他應該不會騙我吧 那這時候呢 你買入那個股票之後 那個股票就開始 啵啵啵啵啵啵啵 慢慢一點一點的往上漲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絕對不是他分析的很準 或絕對不是 你準備要因此賺大錢了 那是因為 他會同時跟100個人 或200個人 講那支股票 那你想想看 有100個人或200個人 買那支股票 那股價是不是就會慢慢慢慢 一點一點的往上漲呢 尤其港股他是沒有像台股一樣 有所謂的漲跌幅限制的 也就是說他的漲一天可能是100% 但他跌一天也有可能是100% 而且港股呢 他其實有大概6-70%以上 都是成交量非常非常低的 雞蛋水膠股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代表價格 非常非常的好操控 很容易因為小小的資金進去買 就把股價價格開始一步一步一步 緩緩的拉伸 正當你覺得說 我開始賺到錢的時候 啪 他一定有一天會暴跌個 70-80% 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 他們早就不好局了 他們在你們買入之前 其實他們就已經先買那些股票 然後等到 他們同時跟 200-300個人講 價格慢慢慢慢上去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手中的持股 一次倒出來 那 暴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 就是他就封鎖你了 所以你就再也沒有美女可以看 再也沒有美女可以陪你聊天 第二個 就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 就因為買了沒價值的股票 而蒙受了巨額的損失 所以為了避免以上的狀況呢 小編建議大家 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要挑選成交量大的股票 我覺得像 台股有非常非常多優質的公司 我們的護鍋深山台積電嘛 成交量都很大 是很好的投資標的 或是可以投資美股 因為美股有非常非常多 創新的公司 例如說大家耳熟能詳的 Apple Texa 有這麼多好的標的物可以投資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聽信那些 來路不明的人 去投資那些雞蛋水餃股啦 平常有在關注投資市場的話 其實現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書籍 有非常多的YouTube頻道 有非常多的Podcast 他們都可以豐富你的理財知識 讓你學習正確的投資觀念 例如說 財經故事書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 以上的兩種詐騙手法呢 或是其他詐騙手法 其實都是利用大家的一個心態 就是 最後小編還是建議大家 在做投資之前呢 要先評估自身的能力 選擇優質的投資工具 我們只要每年都能夠拿到 合理的報酬 時間一久之後 我們就跟巴菲特一樣 慢慢慢慢的變有錢囉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聽故事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今天的財經故事書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